嗨 各位 猜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衣場 因為呢 我要去日本了 說起來這次要去日本真的是非常的 突然也非常的臨時 因為就不小心搶到了來回4000億的票 然後就想說 要好這次去當場我可以去貓島看看 所以就安排了這趟旅行 我這邊告訴大家一個就是 買聯航特價票的小費勃 就是每一次活動開始之後不要馬上去買 大概當天的三四點 會比較好找到你要的票 像我這次就是5月3號去5月6號回來的票 而且是上午出發 下午回來 時間真的很好耶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餐 然後等一下登機 接著我們乾脆去岡山見了 掰掰 這次去岡山呢我只待四天三夜 所以其實時間超短的 於是呢 這就是我全部的行李 因為它隨身行李就是10公斤 大概帶了8公斤吧 上一次一個人去釜山真的是傷透我的心 所以這次我想要用岡山來好好療癒我自己 這是日本的岡山喔 不是高雄的岡山 我跟大家說我要去岡山 就大家都說是去吃羊肉爐嗎 傻眼 我就是要去岡山 我再去岡山 我真的想要去岡山 我會去岡山 我不會在岡山上 我便是新駕潔的 那邊請你 這位選擇 我喔 我 我本身去岡山 身為一個就是陌生人 恐懼症患者 我真的是經歷了太多 你知道嗎? 我直接演一遍給你們看 我當時就大包小包出關 就有一個阿姨 然後她就邊塞給我這樣 然後此時我就想 哇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岡山機場 我一定要把這邊的景色拍起來 讓大家知道 哇 出了岡山之後會長什麼樣子 結果應該那個阿姨就這樣 給了我一張那個叫我走出去 就是月台那個 那邊有兩台售票機 然後就有個大叔 然後我就繼續 嗨! 嗨! 紅碗找錢包 紅碗買票 然後就看著我買票 然後就 嗨! 多走! 然後我就 拿著票 瞬間我就被放到車上了 但其實岡山站出來真的是 非常快就會到達車站 基本上你一走出出境的門 右轉就是巴士站 然後巴士站也只有三個站 所以基本上你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看 不過我有看到一尊陶太郎的雕像 其實那個機場叫做陶太郎機場 陶太郎的發源地就是岡山 是不是超可愛的? 哇 飯店的對面就是一間全家耶 太讚了吧 我終於有 力氣把我的麥裝上 黃金洲就是這麼可怕 這就是我的飯店 我跟你講飯店超難訂 好險 我那時候機票一定到 我就馬上訂飯店 喔靠 超大耶 首先一進來 右轉 一個洗漱的地方 像有這個吹風機 然後一個可以讓我完整的泡下去的浴缸 跟一個洗澡區 然後還有他們的備品 比起一些商務旅館的廁所真的大超多 然後這邊有一個工作區 這邊有一個超級 超級大衣櫃 自己的洗衣機 冰箱 琉璃台 雖然它沒有辦法開火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不能開火 還給一個抽油煙機 這邊還有一個 另外的 可以看view的位置 現在剛好夕陽西下 然後這是看出去的風景 是不是很爽 這麼大一個單元房 超讚 它這整個飯店就是一個圓 圓形的 就是它這個走廊過去 就是一個圓形的 這邊有一個公共的 像交易廳的地方 哇 它這邊附給你超多延長線 自由取用的豆腐頭 然後這邊可以自己 熱點什麼來吃 這邊也給你一些咖啡啊 茶啊 可以自由取用 然後這邊也有 包含像是加濕器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搬一台回去 還可以滾輪 瑜伽店 燙衣服 燙板 還有燙褲子的 然後這邊是毛巾跟背瓶 如果不夠都可以自己來灌啊 我們現在去岡山站 所以每次去岡山站 我都要走這個長樓廳 酷了喔 我都要走這個長樓廳 我都要走這個長樓廳 請注意 岡山車站一直瀰漫著一股超級香的味道 就是那個麵包店的味道好香 但我們要趕快去吃一個這邊的特產 它是…大阪燒 嗯?在岡山吃大阪燒 而且這邊超多人的 真的超多人 超多年輕人的 看起來我對岡山的刻板印象超級沒禮貌的吧 我以為就是來這邊 應該是一個很情優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去找那個… 吃飯的地方 我喝一量很可彆 好… 肚子… 這有點像這12阿天的感覺 我的天吶真的吃超飽 我剛剛在店裡面真的什麼都不敢說 因為真的老闆離我太近 但我又不敢表現得太多 你知道太多各種不同的情緒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就是很複屬化 就是它沒有很多額外的想像以外的味道 它的那個花門燒也是 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個高跟鞋跟杯子 總之我就覺得它吃起來是這麼的和哀可親 要排一個小時就顯得它非常的不親民 如果我今天我一來我就吃到它 我就覺得它讚 不過我就覺得好吃啦 而且老闆一直時不時對我就是擺出它的笑容 我就必須得你知道給它一點回應 然後但是我又很不會跟陌生人講話 尤其是店員跟老闆一類的 我超不會應付 喂 咱們說 台灣 嗨 你好 你好 但是就是我很努力的 在每一口都表現出好吃的樣子 喔 我跟你講尤其是那個奶油牡蠣 金丹我好好吃 就是整體吃起來我是覺得很好吃 就是但是排隊就打折了這樣子 我來到了東京浦泥 嗨 各位 其實我現在已經回到車站裡面了 因為我這個人買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我很容易拿著一個東西然後想說 OK 要買要買 然後一直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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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有一個想法然後就把它放回去了 然後我就這樣兩手空空的從團吉克德出來 總之今天大概就是這樣的行程 我覺得一個人出來最好的就是 你可以自己隨意的走動 然後不用擔心拖累到任何行程 拖累到任何人 你不需要負擔任何人的時間 你就只要為自己負責就好 就像是我今天逛了很久但是什麼都沒買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就覺得 欸 很舒服 沒有人在旁邊累你知道嗎 當然有人一起那個好玩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我現在就是要等車回飯店 晚一點回飯店再看我買了什麼好了 我現在回到了飯店 剛剛去全家稍微逛了一下買了 電信 新上市的巧克力布丁 一顆228 它長這樣子 它進去就不見了 它很像是在吃那個 Costco有賣一個熱可可 很多人會喝的那種大包的 然後泡起來很甜 有的時候上面會有一些 棉花糖 它就是那個味道 然後很甜 然後它是 一進到嘴巴 就會不見了 所以它比起布丁我覺得它更像 慕斯 但蠻好吃的 它的鮮奶油跟它的布丁中間好像有 隔一個什麼有口感的東西 這螞蟻人愛吧 身心靈都得到的治癒 那明天的行程呢就是去貓島 所以今天洗漱一下 然後明天就要早起出發去貓島 今天就要去貓島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的島叫做珍鍋島 好我現在整個人已經打扮完成 現在時間是45分 所以我們趕快趕快 我們要去打船 GOGO 今天天氣超好的 但其實我今天狀況超級不好的 因為我其實我來的時候那個來 然後我大概5點開始我就肚子很痛 然後就再也睡不著 我就一直在床上翻來覆去 但是今天氣色還行吧 花了很長時間在化妝 抵達了就是這一站 立岡站 它這邊全部都有這個標示 所以跟著走就好 現在時間是8點45 然後我們要搭的是 9點10分的快速走 此 espera 凍不見 これ 是 很多人 小 Sharila 謝謝 我們才 papers 我們現在更回來 有個熱的 終於看到貓了 他想吃東西 他有 這還吃什麼一人車 這台車超可愛 竟然還可以再四個人嗎 他就有金而已 竟然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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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打 竟然還可以 竟然還可以 小姐,小姐,小姐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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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邊有 豬 山豬 山豬 突然地上有一顆野生的橘子 天啊 又一顆橘子 天啊 天啊 蝨子在這裡 天啊 天啊 哇這裡突然.. 多很多貓欸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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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怎麼了? 你看起來真的超迷茵的啦 你是... 你是迷茵貓嗎? 我遇到一隻小貓咪 很遠 牠剛剛突然看到我然後就跑掉了 找到你了 哎唷 跑掉了 嗯 外面超脆 然後裡面的... 蠻是很綿 在日本可以吃到這樣子 然後150日幣 太好吃了 我以為牠今天沒有開 因為沒有 所以我要來吃吃看這個咖哩 我等的是這個 然後我是點咖啡 咖哩來了 怎麼有人蹦蹦跳跳走過來 咖啡 欸你是這裡的公關是不是啊 港口也是你 我走出來也是遇到你 然後蹲下來你就會過來 毫無反應就不加冒煙了 我覺得撇除這邊有一些廢墟以外 其實這邊蠻有生活感的 因為就是一直有人走來走去 就是也許是因為今天剛好的這個活動 然後他們的子女回到了這個島上 所以就是房子裡面都會傳來聊天的聲音 跟之前去的一些貓島比起來 這邊的生活感算是蠻濃的 然後也是會有車子這樣開來開去 我現在算是在上面探險 你躺在這裡幹嘛 我覺得他們都聽不到中文 他這樣還滿自在的 她這樣還滿自在的 他這樣還滿自在的 欸 我走到這個島的底了 我另外一個底還沒有去過 那我就是沿著海這樣走 然後總共大概遇到10隻貓咪吧 就是你也不能說很多 然後這邊的貓咪狀況很... 欺負很大 有些看起來就是有被照顧的不錯 但有些看起來就是已經狀況很差 然後整個島就是一直給我一種 靈牙之旅的感覺 有些地方就是很像廢墟 然後有些地方又會有門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我要去把它關上 就是當然找貓是我主要的目的 但我在這邊走就整個就是大放鬆 而且現在的天氣超好 就是你基本上 你現在曝曬在這個太陽下面 你也不會覺得很熱還是怎樣 所以想要用力的從旁邊給它推起來 就是當然沒有以前看到 珍鍋島上面那個貓咪的數量這麼多 但是就是偶爾遇到還是覺得蠻驚喜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就是我再不來 之後這邊就不是貓島了 所以就是終於有到此一有的感覺 說不定將來又可以誕生一些新的貓島 然後我就可以再去拜訪 你看這個景真的是 Amazing 現在26分 然後我們35分的船 我們一定要搭到35分回去的船 所以我們就在港口這邊等 好像已經可以上船了 就要離開這個樸實的小島 總之呢我們來做個小總結 就是呢 珍鍋島其實根本就已經不算是貓島了 它就是一個可以遇到貓咪的島 如果你是想要看貓島 然後滿心期待的踏上這個島的話 你其實會滿失望的 但是偶爾體驗一下這種就是小村啊 就是日本應該很多地方都是這種感覺 甚至台灣應該也有差不多的地方 那我覺得我此生去過最值得去的貓島 就是懶島 因為貓咪真的超級多 但是我覺得現在應該也已經不如從前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的時候 牠們已經全面的幫上面的貓咪做結紮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每個貓島都應該要這麼做 因為其實放任牠們在上面一直繁衍 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其實日本大部分的貓島 都已經進行那個結紮圓放這個動作 所以咧不知道以後還會不會有 就當時去那個厲害的景觀 所以總之貓島的部分就這樣子啦 我們之後呢要繼續進行我們的岡山之旅 我們下一個地方就是去倉夫 是不是聽起來很噁手 我們要去倉夫 然後看看那邊有什麼可以吃的 沒錯就是一直要吃 然後再看看這趟旅程還可以幹嘛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好啦 我們繼續出發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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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 diamonds you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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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休息 statewide 我增加的